有个没有上教会的人 是谁要去跟他们传福音 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听到从基督的话来的 是你要把基督的话 透过你这个基督的人 能够呢 让他们明白基督的真理 然后因这里的缘故呢 他们能够来到神的国当中 弟兄姐妹们 所以11月28号 我们极其鼓励大家 一同来参加这样的祷告 昨天好几位人问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选在礼拜 礼拜五啊 礼拜五好多教会都有聚会啊 礼拜五呢 这个很不方便啊 结果那个时候 感谢主我们的答案是 当我们从那天宣布 要有建堂筹卡会的时候呢 从那天开始连续算40天 刚好是礼拜几 刚好11月28号 所以11月28号之前呢 整整40天 我们大家心联心 共同要来参与连锁祷告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奋力祷告 尽忠职守 在祷告者的本分当中 因此努力的话呢 我们相信11月28号 神的名会叫做荣耀 很多人呢 也因此就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也更希望说 我们在明年呢 我们把地下室 把一楼 很多地方都尽量美善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现场的感恩礼拜 我们更要求主为我们预备 让火水德上教会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有律师 有建筑师 为我们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的图形 跟防务局提出申请 所以我们都在预备自己 但是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 遵守历代之上 圣经的真理原则是 是让神拥有 让神治理 让神享受的话呢 神自己要在这里行大事 阿们 所以求主关注我们 一下祷告 主我们知道 你是得胜的神 主啊 太多的罪恶败坏偶像 在我们的面前 迷惑我们 搅扰我们 但是我们一打开圣经 我们才晓得 唯有耶稣是真理 唯有耶稣是生命 唯有耶稣是我们该选择 也该走上的道路 主啊 求你恩待火水德上教会 每一个读圣经的人 每一个信主受信的人 都愿意更清楚知道说 是神拥有一切的主权 是神要治理一切的事工 也是神要享受 但是主 你在自己享受之前呢 主啊 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认识你的仇敌 撒大魔鬼 一直在破坏你的计划 是要让世人来享受你的爱 让世人来享受你的万有 主啊 实在求你帮助我们看见 你正在呼召 正在寻找 哪些人愿意 站在神这边 哪些人愿意 被神装备 被神差遣 去寻找亡羊 主啊 求你给我们 一颗大卫的心 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大卫当年在牧羊的时候 在他职场当中 大卫也是为羊舍命 当有狮子 当有熊来 要吞吃羊的时候呢 大卫是拼了命 要去杀 狮子 要去杀熊 主啊 大卫这颗心 常要合神心意的人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 已经信主说起的人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颗大卫的心 一起来领受这颗基督的心 就是我们愿意在职场当中 学习耶稣 也学习大卫 让我们建造一个双赢的事业 主持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